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在韩国论坛 一位私生犯跟拍偷拍一级成员们 甚至连在飞机睡觉的样子也拍的事情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首先根据韩国网友转发的中国微博内容表示 这个私生犯做了以下这些行为 一,买一级泰国站来回航班并全程跟机 二,在休息时偷拍五位成员被警告了也没有收敛 三,回韩国的航班上偷拍成员的睡照 四,在飞机上打扰成员要签名还洋洋得意 五,拍成员的行李照片 六,香港站住一级隔壁 赌机场休息室要签名 七,泰国站进前排 实际是因为P图修改PDF进去的 然后这位私生犯也将这些照片发到一个群组里了 以下是他在群组里的留言 经纪人来问我是不是拍视频了 他看到了,人家也没说啥 打扰了人家能给我签名吗?笑死 不仅签名,签名还得跟我鞠躬 我急就是这么谦虚 保镖根本不敢拦我 从积极舱过来签的直接退回去 他不知道我是谁 万一以后能合作 都是潜在客户 他不敢拦 吹牛逼拦我 说话态度贼温柔 我都怀疑是不是保镖 咱家偶像都没觉得我打扰 行李箭打招呼时笑的都夸张 因为休息室没人认识他们那根本 人家觉得能认识他们是荣幸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很讨厌这种像蟑螂一样的存在 就算在休息室打招呼了 拍睡觉的样子不就是偷拍吗 签名是可以理解 但是拍睡觉的样子也太夸张了吧 看照片里手上的肥肉 就知道你长什么样了 然后还是个自以为是的种族 那不认识的人说自己是粉丝后跟你打招呼 谁能不笑摆出不高兴的表情吗 你这孩子是没脑袋吗 看来真的是私生的脑袋构造 跟一般人不一样 看他那个逻辑 这个逻辑真的跟他有的比了 还是那句话 私生绝对不是粉丝 所以对于这位私生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今天太阳的所属公司声明 太阳将在4月25号发表新专辑 在这里更重要的是 根据媒体采访 Blackpink Lisa将参与这次太阳的新专辑 而不仅仅是合作曲 也会出演MV来助阵 其实Lisa在以Blackpink出道前的2003年 就已经出演过太阳的LingaLingaMD 而这次不是以练习生舞者身份 而是合作 真的是有点感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25日的话不就是下下个礼拜二 大发 我心目中的男女第一舞者疯了 啊真的好想看两个人跳舞 太让人期待了 真好奇会是什么样的歌 Blackpink这4月是怎么搞的 好幸福 真的真的太期待了 右翼 2 3 operational 是